郭树瑶和一轮合拍戏剧擦出火花 18年曾被拍到在车上热吻 更宜只是做一般人该做的事大方认爱 想不到短短一年多小两口却惊爆分手 过去常在社群标注彼此账号的两人 不仅悄悄取消护粉 瑶瑶日前还PO出劝诗文写下 诚实的对待自己吧 不然说什么都是假的 发完后却在15分钟内整整修改了5次 其中还一度将笑容符号改为白白的图案 格外引发外界联想 也让情端传闻甚嚣成上 对此瑶瑶瑶表示只是年纪越来越大 想转换一下发文形态 但在2日他又再度PO文 说出没有什么能永远在一起 也没有什么是分不开的 粉丝们纷纷送上关心 担心女神是不是失恋了 非凡人乐整理报道